本人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條,動議議案如下 特區政府應向全港所有年滿18歲或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1萬元的全民資助金,協助全港市民在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武漢肺炎的肆虐下,渡過經濟難關 石禮謙議員,你要申報嗎? 我申報,我有十幾間公司上市,我申報在立法會,但我個人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 好啊,哪位想申報? 剛才發言前申報就行了,總之你沒有直接的金錢利益就可以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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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民派1萬元是不止300億元,這個內容是不是相關的? 主席 Undggi,主席 不,她現在是在講講啦 ,總之呢,她對這個30億這個意見,合不合理的話 就沒有任何人真的去,然後我想 ft你言這個方,我剛才想未 UNWDR 幫我早些講吧 我也想讓香港市民知道叫我們決定37A,就不是看它的內容合不合理,或者是該 不該做 而是我們在今時今刻,如果我們再進入這10個37A 我想我們可能要過多不知多久才行 可能一個星期,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這個時間做一個艱難決定 是不是處理這個37A 大家明白,絕對不是大家支持還是反對 而是整個委員會要決定是不是在這個時間處理這個37A 希望大家明白 是,麥美娟爺 你可不可以說,如果通過37A之後的程序是什麼 即今天我可不可以在完會前做到 如果通過37A,我們就開始討論,每人給3分鐘 如果說幾十人,可能說幾個小時 只做一條,因為如果你說每一條都去做 當然是,我想可能要比較長的時間 今天就一定做不到,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只有15分鐘左右 因為如果你只說一萬元,今天都很多人想是支持這件事 但是你說我們這個時間處理不了了 是,楊河橋議員 主席,你剛才剛才那個說法是建基於如果有人要發言 但是如果民主派建基於這條這麼重要的 又想省時間的,可以不發言 所以這個補充你剛才那個說法 不發言 好,我想如果你拿到所有議員都不發言,我會同意的 好 所有發言的簽紙,大家簽紙 抹壓還好,因為我不知道真還是假到時候 我想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沒有法律效力的 就算你通過了,政府都是參考作用的 是,是 37A不是37A,跟我們現在談,這個是沒有關係的,主席 你不應該批去的 阿石禮謙,阿石禮謙,如果我們呢 個個跟他爭論是否相關呢 我想我回去時間更多,有時候也會委屈一點的,沒有辦法的 即是因為你很難的,你說絕對相關還是不相關 還是怎樣呢 那就是盡量啦,沒所謂的,大家就看一看而已,沒所謂的 好,大家差不多就投票了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的結果 贊成24,反對36 本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37A 陳克勤議員,陳克勤議員請說 主席,我根據這個會議程序 動議將一陣子的投票由5分鐘轉到1分鐘 好,陳克勤議員,根據我們47段的程序 動議其後相同的議案進行表決鐘的時候 是須助表決鐘響起1分鐘後,立即進行該等地名表決 大家如果坐齊在這裏,立即表決好不好 贊成請舉手 反對請舉手 本人認為在籍的議員多數贊成這個見證可以通過 好,我們接著就是1分鐘了,現在打第2條出來,麻煩 開始打1分鐘 郭家麒議員,請你 本人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37A條提出以下動議 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僱員可證明2020年1月23日後 被扣新一半或以上薪金或每月被要求放取兩星期以上的無薪假期 可從特區政府領取每月上限4000元的開工不足津貼 最多6個月 公營醫院病人因事次肺炎爆發而得不到適切醫療服務 如非緊急手術及非緊急檢查 及因要面對肺炎及嚴正及延遲檢查或治病的病人給予資助 扣過非政府組織及私營醫療機構盡快安排需要及適切的檢查及治療 盡快撥出一筆款項支援弱勢社群 如低收入人士、劏房住客、單親家庭及獨居長者等 給予額外資助或直接派個人的用品等等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別國 19票贊成、37票反對 本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動議 第三個麻煩 打一分鐘 阿彭文豪議員 簡單一點就是把場地 納入計劃裏面協助藝術文化界 他們的場地本來是沒有加入的 我再說一次 這個雖然大家是否處理 我相信有民主派的議員是否想發言 如果沒有我當大家是沒有的 建制派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想發言 但是我們民主派沒有一個人會發言 我相信馬鳳國議員今天不在 否則我相信他支持 希望投了之後 當主席說 馬鳳國議員希望你也會支持 就說會支持這個場地 我們就即時就進行表決 又是另一次我不需要記名的 舉手就可以了 我們就盡快可以把這個包括在裏面 亦都有助業界發指 這個純粹說 將場地 那個表演場地 都希望幫到他們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以及即時 我說過了 我們不會發言的 即時去投票 那個投票都不需要禁制了 我舉手沒有問題的了 我們沒有人要求 希望讓大家幫忙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會結果 22票贊成33票反對 0票棄權 我宣布委員會補決處理這個動議 第四個 打1分鐘麻煩 你真是認真 你真是 郭榮鏗議員 主席 本人根據財務委員會議程第37A條 是動議議案如下的 本委員會要求防疫抗疫基金督道委員會設立一個失業津貼 於香港永久性居民僱員證明在2020年1月23日後被解僱 可領取每月上限8000元為失業津貼 最多為6個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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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um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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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什麼結果?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37例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什麼結果? 23票贊成,38票反對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37例 下一個請大家一分鐘 張超雄議員 本會要求防疫抗疫基金中不同業界資助的措施 必須能讓前線員工受惠 同時,政府提出的措施掛一流瞞 未能讓所有受影響的行業和所有弱勢社群受惠 政府必須提出第二輪的資助補貼措施 此外,基金因為受疫情影響的僱員 包括了失業、開工不足、放無薪假或需要強制檢疫 提供相當於他薪金八成的現金遵助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什麼結果? 23票贊成,38票反對0票氣結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第六個是陳志全議員 請答 一分鐘 本委員會要求 當局在撥款文件附件B3的全球採購個人防護裝備 那10億元款項裡面 撥出5億元給區議會直接採購外科口罩 定分發給有需要的市民 以舒緩外科口罩供應緊張的問題 謝謝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什麼結果? 23票贊成,38票反對0票氣結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下一個是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請打 一分鐘 按照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條 本人動議 由於300億的抗疫基金只能夠涵蓋部分的行業 但有不少工種的打工子女 已被裁員或者被迫放於無薪假 例如非資助教育機構 被教育局指令停貨 令整個行業陷入零收入的困境 故主也都難以支付租金和員工的薪金 抗疫基金應該要確保受資助的中小企業措施 令員工受惠 本委員會要求政府推出第二階段的抗疫基金 並支援這次未能被納入支援範圍內的行業 同時要求教育局立即調動資源發放特別津貼 幫助業界解決租金和員工薪酬的延微致急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會結果 23票贊成38票反對0票的議員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下一個是詹可迪議員 請大家一分鐘 按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段 就疫情對經濟影響 本委員會敦促政府盡快研究 善用擴充或改革防疫抗疫基金 以直接為及更多市民為宗旨 支援市民個人住宅租金開支 包括但不限於公屋免租半年至一年 及與香港銀行工會或相關機構 研究讓經濟有需要人士暫緩供樓 指暫時繳交利息等等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會結果 23票贊成39票反對0票棄見 第9條是胡志偉議員 只打開1分鐘 按照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A條 本人要求政府盡快成立配對基金 當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時 政府以配對形式 與僱主共同支付僱員薪酬 避免僱主因削減開支而大規模裁員 達到真正支持企業補就業的效果 為免出現濫用配對基金的情況 以及讓更多企業受惠 政府可規限每個企業獲得的總支助額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會結果 22票贊成37票反對1票棄團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定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最後一項37A 林卓廷議員 因北區輝明村及沙田進陽村延遲入伙 政府發放一次性6,000元 特惠津貼金 然而金額並不足以幫助住戶舒緩 所面對的問題和不便 按照財務委員會會議程第37A條 本人動議政府必須為4,700名住宅單位 准租戶提供每月6,000元 特惠津貼金直至住戶上樓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會結果 23票贊成39票反對0票棄團 我宣布委員會否決定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委員會否決定處理這個臨時動議 委員會否決定其他問題 本人現在將FCR2019-2046文件附置表決 請贊成舉手 請便要談 法定人數不足 大家要搞清楚,你投了10個37A,以後都反對的,但這個就是那300億的撥款,大家不要胡亂投票,小心,你怎麼投票 都不要慣性投票 現在開始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顯示點別國 贊成59票,反對3票 我宣布委員會通過這個撥款建議,多謝大家